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化佛法 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今天继续跟大家再做一些解释 因为这一句话是金刚经里面的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是六祖悟道的这句话 其实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 就是我们人为什么会生出很多心出来 为什么会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碰到事情了 就生出了很多的心 比方说自私的心 贪心 嫉妒心 恨心 云和生心 为什么会生这种心呢 因为我们人本来就具有这个妙明真心 就是说在我们的九世田中 就有我们本来的真心 就是真如实相的本性 就是我们说善良的 慈悲的心 这些是好的心 但是我们在人间红尘当中时间太长了 我们已经把本性良心遮住了 所以我们生出了很多不应该有的心 而把真正的应该生出的那种悲怨心 菩萨心 菩萨心 菩提心 慈悲心 和我们对人应该拥有的平等心 利他无我之心 这些好的心呢 全部都找不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会越来越走下坡路 碰到事情 人首先是想的 哎呀 我 我自己 我需要 没有能够帮助别人 所以菩萨让我们说 如是等心啊 你们这些好的心啊 全部都要无所助而生其心 就是哪怕好的心 你想过了 不要住在你的心中 就是好的东西 你用过了 不要老挂爱 不要总是记在自己的心中 因为很多事情你帮过别人了 你不记在心中了 或者你曾经送给别人东西 给了别人很多 把它抚养大 或者对它很好 像这些善良的 实际上就是你的真心和你的清静心 就是你的佛心 因为你无所助了 你把帮助过别人已经忘记了 你已经没有感觉到 我拥有这些心了 讲到底就是 帮助过别人要忘记 对人家好过了 要忘记 所以众生 为什么会生出这么多的贪心啊 执着心啊 功高我慢心啊 为什么会有分别心啊 乃至八万四千烦恼之心 这就是我们心中因为住足了 把那些我们用过的心 住足在心中 时间长了 这是我的心 这是我的恨 这是我的嫉妒 所以慢慢的 因为你住足了很多的心 使你生出了更多的心 那么师父就跟你们说了 你们的忘心就开始生起 你们的夜市心就开始生起了 你平等心就找不到 所以既是无所住而生起心 所以我们只要把任何的人间的心 住足在自己的清净心当中 你的真心就不会污染 那么就是你的佛心常住 但是我们众生呢 所生的心呢 都是贪心 执着心 公高心 还有分别心 所以这些忘心 和夜市心 夜就是业障的业 因为你的业障 阻碍了你的意识 产生的这种心态 就叫夜市心 也就是众生之心 所以佛经里面讲 所以者和呀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众生会处处着下 什么事情就是钻进去了 我对你好过啊 我对你好过两三次了 为什么你要对我这样着下 为什么我这样修 还修不好 菩萨我天天在磕头 为什么还不行 因为相多 故心亦多 就是你今天着相越多 你的心越多 你今天看见这个人 那个人你感觉不一样 这个人的感觉 嗯 蛮好 你生出了一个欢喜心 你对这个人很讨厌 你生出了一个嗔恨心 你今天看见他 觉得他比你有钱 长得漂亮 你又生起了嫉妒心 因为由相 所以产生了心 所以心多 那你就不能清净 所以我们在学佛当中 经常有一句话 说你这个人啊 心很多 心过头了 因为你想的太多了 所以心不清净 你当然学佛当中 就不能悟出实相真心 所以你不能理解 什么叫实相 所以学佛人 欲悟实相真心 真心 就是你真正的心 就是师父教你们不要撒谎啊 你才能讲出真心话啊 你今天一撒谎 你能讲出真心话吗 所以实相真如 心不清净 一切不得真相 所以要放下一切 则一切不住 你今天对他好不好 这个心都不要有 你今天看见他讨厌 不讨厌 不要有 就像师父今天看见 不管是谁 都觉得 他是学佛 他是有本性的 他是真心自荐的人 自己能够看到本性的人 你用这种境界 去看所有的人 你不会觉得他讨厌 你自见道性 所以佛道 学佛的 有道理的 学佛他有一条道的 你学佛不是乱学的 很多人以为念念经就自己学佛了 佛道佛道 佛有一条道路的 你在这个正道上 你能找到佛 你离开了这个佛的道 你找不到真佛 你可能走偏 所以道从心生啊 道哪里来的 从内心生出了 心由道见 你的心在佛道上 才能看见你真正的良心和本性 讲到底就是一个道字 讲到底那么就是一个佛字 就是一个觉字 就是一个物字 就是一个妙不可言 你理解了 你找到了这条道 你不能理解的时候 你就远离佛道 我们说了 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的言和行 就是说话和语言 你能够理解 你能够得到这个佛 你能够判断 如果你的心里 正在做某一件事情 你的心里 找不到某一条路 那你的路就绝了 就没了 所以找不到佛法 你路就没了 所以佛道 微妙 初学的人呢 根本不知道 领悟 佛法的真如实相 因为他找不到佛道 佛要众生领悟 实相无相 所以佛跟大家讲 哎呀 你们看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无的 你们不要去为了一点点 人间的利益啊 名啊 利啊 你们去争啊 你们去炒啊 因为这个世界 表面上看起来是实相 实际上是无相的了 是没有的 你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念头 去想 那么你就是真心 所以叫离念即是真心 你有这个念头了 那你就会心有所住 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念头了 心无所住 所以真正的佛法 就是一种理解 一种开悟 佛要众生领悟佛法的奥妙之处 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个生出心的方法 我们要生出佛心 要生出慈悲心 这才叫正道 如果你今天生出那些卑劣的 贪心啊 嗔恨心啊 愚痴心啊 然后还把这些心 驻扎在自己的心中 那你就永远找不到佛道 所以要懂得 你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是我不管做好的 做什么事情 我生出来的心念 我要忘记它 我不要让它放在心头 你们想想看 你们年轻的时候做错事情 你们现在 师父给你们一讲起来 你曾经怎么样怎么样 马上掉眼泪 因为你们驻扎在你们的心中 而生其心 所以菩萨让我们因无所住 你把这些不好的 好的都是过去的事情 不要放在心中 就无所住心 所以这两句话 看起来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表面上看起来 叫你不要有心 但是后面那句话呢 而生其心 就是又要生出这个心 那么到底是生出什么心呢 看上去好像有矛盾 其实就是告诉你 我今天有心来了 但是我不住在心中 我等于没心 没心又会生出心 生出心 我不住在心中 那是不是像时光流失一样 就没有了呀 想一想 我们的痛苦就是因为你的回忆呀 我们的痛苦就是因为你的记忆呀 如果你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 你就不痛苦了 那么你的心为什么要生出呢 因为心一定会生出来 所以菩萨叫我们 你既然一样要生出其心 你一定要 因无所住 所以把这两句话 倒过来看 就是你一定会生出你的心的 所以你因无所住心 这就是我们 佛法的奥妙之处 所以云和阴住 云和降伏其心 在金刚经当中 就是要达到般若菩萨的境界 你为什么 应该降伏自己的心呢 阴住 云和阴住什么意思 就是你应该把这个心住在什么境界 怎么降伏这些妄想的心 那师父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今天跟人家吵架了 如果你的境界很低 你把你这个心就住在你自己内心生出的 真恨心当中 因为吵过架之后你恨他了 你不愿意跟他好了 你很难过 你就是把这个心住在了 称恨心当中 就是这个境界 那么怎么样降伏这些妄想心呢 也就是告诉大家 因如是住 就实事求是 这个事情过了 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境界 我们做错了 或者我们得到了 我们失去了 都是如是的 本来就是这样的 想清楚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该发生的就会发生 不该发生的不会发生 一切都是缘分 因如是住 降伏其心 就是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正常的 出来也是正常的 发生了也是正常的 解决它了也是正常的 来降伤自己的心 所以这样你就会安住 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 佛好像回答我们在金刚经里面这句话 看起来等于没有回答一样 实际上 佛早就在心中空了 他没有意念 所以当你问的时候 佛陀念头早空了 所以佛陀后来就讲一句 方便法门 那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是你所有的心 都不要住在你的心中 这个时候你生出来的心 是不是干净的心 举个简单例子 今天你跟这个人刚刚吵过架 如果你把恨念 把刚刚他讲过你 对你不好的想法 和所有的他曾经过去和现在 刚刚伤过你的话 你全部不住在心中 你忘记了 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 我跟你在谈另外事情的时候 我没有其他事情住在心里 你生出的最后这个心 就是正在进行的心 就是如是心 就不会带有偏见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有偏见呢 因为他过去的心住在心中 他对他有偏见 所以每一个念头都不能停留在你的心中 所以叫无所住心 所以自然 心云流水 前念已灭 前面的念头已经灭度了 后念不生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前面的念头 灭掉 后面 不要去生起 其他各种各样的念头 我相信跟大家讲的是比较复杂一点 我现在把金刚经里面 一些重要的 经文的一些句子 给大家先 做一些铺垫 那以后跟大家讲经文 大家就能听懂了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 你一个念头生出了 要把它灭掉 你就不住在心了 你后念又不生 那你就是干净的 师父很喜欢用家庭作为例子 刚刚先生讲过一句话 很讨厌 太太看见他很讨厌 如果把他先生刚刚讲了一句讨厌的话 忘记了 前念已灭 没了 对不对 那么然后接下来呢 后念不生 前念已灭 也就是说 刚刚他讲话 讨厌已经灭度了 没有了 你像没听见一样 你就不会生起后面对他讨厌的念头了 是不是后念不生了 所以行云流水 当体即空 马上当下你心中没有嗔恨心 没有烦恼心 所有都无所谓 你就空了 所以不要你去用心 那么同样再举这个例子 如果今天刚刚先生讲了一句很讨厌的话 你还记着 你留在了心中 然后呢 你又想把他灭度 你就必须用心去求空 也就是说我要用心去把他刚才他骂我的这句话 要把他灭度掉 这个时候你是驻扎在自己的心中了 刚刚他骂我妈 哎呀 算了 不要去搞了 算了 他就这个人 他整天讨厌 算了 我克制一下吧 你想想看 你用心在求空 你用心想把这件事情 不住在心 实际上 你还是应心而生心了 所以菩萨这句话 妙就妙在 而生其心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你把刚刚前面他对你讲的这种骂人的话 全部都忘记了 你再生出来的心 是不是干净的心了 就等于前面有盆脏水 你已经把它倒掉了 你再接下来的水是不是干净的 如果前面那盆脏水没干净 你怎么样说 哎呀 真讨厌 我把它倒掉吧 那个是顺手就倒掉了 这个是哎呀 真讨厌 我就看到它的脏了 然后再把它倒掉 你生出要干净的心 那这个心已经不是你当体积空的心了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妄念的生出 我们不能让它住在你的本性自性当中 所以当一个人的念头出来不好的 你必须把它消掉 如果你不能把这个念头消掉 那你就不能做到 颅颅不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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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